第一个,如果你本身是九糟的皮肤 皮肤屏障在这段时间变得非常的不稳定 或许你可以使用超音波导入 选择一些适合的产品 爱美是天性 关掉美肌一样有自信 大家好,我是光泽诊所的陈姿秀医师 现在出门,除了手机、钱包、钥匙以外 还多了一个叫口罩 出门一定要戴口罩 但是戴了口罩以后 肌肤随之而来也出现了许多的问题 今天我们就来讨论 要怎么样面对口罩人生下面的皮肤问题吧 疫情期间大家出门总是戴口罩 但是你看看现在外面38度 在这样的气温底下 戴着口罩一整天流汗、闷热 甚至是防晒、彩妆全部混在一起 皮肤其实负担非常的大 常常会有一些问题 像是第一种很常见的 痘痘、本刺、甚至是霉菌性毛囊炎 第二种就是原本有 异味性皮肤炎 或者是酒糟玫瑰斑的朋友们 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下 除了闷热、汗水 引发原本的疾病更恶化以外 口罩内秤不断的摩擦 又会让他们在合并有接触性皮肤炎 真的是很痛苦呢 要怎么改善这样的情况呢 首先啊各位妹妹朋友们 外面已经这么热了 每天都37、8度 出门又一定要戴口罩 这时候不用坚持一定要画全妆 再去增加肌肤的负担 如果有需要的话 在选择彩妆方面 我们可以选择局部遮瑕就好 或者是只画眼妆、只画眉毛 或者是选用一些粉类的产品 像是蜜粉去做一个全脸的打亮 接着呢大家一定会问啊 那这样子我没有上防晒 防晒系数够吗?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这个时候我会建议大家 还是要加上物理性的遮蔽 像是阳伞、帽子、跟袖套 选的好的话 其实这些物理性防晒遮蔽的产品呢 也会让我们觉得天气比较凉爽一点 回家以后呢如果要卸妆 建议大家使用比较清爽的卸妆凝露 不要使用太厚重粘腻的卸妆油 也尽量不要使用含有酒精成分卸妆液 卸妆棉 我知道这个蛮好用的 我自己以前也很爱 但是这样擦来擦去 磨来磨去 其实皮肤呢又会增加它的负担 甚至形成湿疹 接下来呢再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洗脸 洗脸是基本功 本来呢如果你不是米洛基的人 在这波口罩公式之下 不敏感也敏感了 所以呢请大家尽量使用一些敏感肌 适合的一些洗面乳 会对我们的皮肤比较好哦 讲完化妆卸妆清洁以后 接下来就进入一个重要的课题了 我们要怎么样来使用口罩呢 有一些口罩的档牌呢 它在摩擦你戴上去一瞬间就觉得 领很不舒服 那这样的情况下呢 如果你要减少我们口罩的这个摩擦 可以使用一些出气的纱布 或者是市面上已经有卖的一些口罩垫 比较好的一些不支布的布料 先测试看看皮肤会不会不舒服 戴上去 隔着一层也是一个不错的保护 第二个呢是口罩架 现在对于口罩架其实还是有些争议 主要是因为口罩架虽然呢 可以让我们在使用口罩的时候 这边的空间比较大 减少我们口罩内秤的摩擦 也让我们的口水比较不会沾到口罩的内秤 但是呢 每个人的脸型跟口罩架不见得合 所以大家在使用口罩架的方面呢 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脸型 然后材质不会过敏的才比较合适哦 接下来呢 要教大家一个口罩的折法 一般呢 我们拿口罩的时候呢 我建议大家要先使用酒精 欢迎收看VS Media 我是戴瑟友苏 我是疯狗编 周一是周五 每天周五十二点 小编造口业 陪你聊聊最热门新闻 每天直播在线等你哦 拜拜 七十五百分笔的 好好的 都把我们的手都先消毒过 或者是你直接洗手 好我们所谓的内外夹工大力丸 这些把它都洗干净之后呢 我们再拿出我们的一个口罩 拿口罩最重要的第一步是先分正面跟反面 确定好正反面之后呢 我们拿到了这个鼻子这个地方的金属条的这个地方 一般我们就直接戴上去了 但是这样子有时候不够贴合 建议大家呢可以先做一个折痕 在中间 然后大概找到自己鼻梁的宽度大概是多少 通常是一个指幅 那我们呢就把它折出一个 先这样对折找出中线 然后我们稍微折一些啊 有点丑 不过大概知道这个意思就好 看这个 我们这样子折然后中线在这里 然后呢 这个地方大概跟我的鼻梁差不多吧 嗯差不多哦 那我们就像这样哦 我们折了一个这样的U字形之后 我们再把它这样捏平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我们就做出了一个跟鼻梁差不多 宽度的一个空间 我们把它拉开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样拉开之后 侧面就好像已经放了一个隐形的口罩架 这样的时候我们再把它戴上去 是不是就感觉非常的补贴 等一下再带给你们看 免得我的妆花了 如果真的不幸啊 已经有一些肌肤问题的话 治疗到后面 我们需要让皮肤看起来 回复原本的光泽 可以建议大家有一些医美疗程 第一个 如果你本身是久遭的皮肤 皮肤屏障在这段时间 变得非常的不稳定 或许你可以使用超音波导入 选择一些适合的产品 重建我们皮肤屏障的稳定 这样子会让我们日常生活更加的舒服 第二个 如果是痘痘粉刺的一些朋友 在这种环境之下呢 在你的发炎性痘痘治疗的比较好之后 我们可以选择酸类的患妇疗程 特别是AB3的一个患妇疗程呢 它针对皮脂线呢 有更好的效果 可以摄入皮脂线去抑制它 减少粉刺的形成 第三个 就是在最后 如果我们的粉刺 跟九张玫瑰疤都控制的不错了 但是留下了一些红豆疤 或者是一些泛红的血管丝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选择雷射的辅助 可以使用染料雷射针对豆疤 可以使用我们的彩虫光 M2-2啊 或者是BBL 都可以让我们的泛红呢 慢慢的改善 那在疫情期间 戴口罩的状况下 我们要怎么样保养我们的皮肤呢 挑选保养品有三个原则 就是抗发炎 清爽 舒缓 抗发炎的保养品呢 我们可以选择含有金盏花 还有甘草酸的产品 清爽的产品类呢 会建议大家选择 清爽不黏膩的化妆水跟玻尿酸 如果担心不够保湿 那可以在刚洗完脸或洗完澡 皮肤还带有一点湿气的时候就使用产品 这样会事半功倍哦 舒缓的产品我们可以选择含有尿囊素 温泉水和神经吸氨的产品 特别是温泉水 你可以把它放在冰箱 回家的时候就打开冰箱拿出来喷一下 就会有一些舒缓的效果 除了脸部呢 在疫情期间因为戴口罩啊 会有一些脸部的皮肤问题 其实头皮也会哦 我们有时候就算在家每天盯着新闻看 压力其实也很大 蛮多人脂肉性皮肤炎其实会发作 自修医师在这里提醒大家 出门回来呢 最好是全身都要洗干净 头发一定要天天洗 大家就记得洗头的时候呢 我们是洗头皮不是洗头发 我们温柔的用指腹按摩我们的头皮 然后轻轻的冲掉 可以适当的上一些润发产品 但是不要用太多的造型产品 以避免我们的头发呢 带了外面的一些肺沫 还有一些病毒回家 其实啊在疫情期间 反而有一群朋友他们的皮肤变好了 戴口罩皮肤还能变好吗 能 因为呢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不化妆 在这段时间呢 请让我们皮肤好好的休息 让皮肤回到原本水当当的样子 爱美是天性 美肌关掉一样有自信 我是光泽诊所陈志秀医师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哦 如果想知道更多皮肤保养 或者是头皮养护相关的主题 请在下方留言 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 哎医生怎么知道口罩价会不会过敏 啊这个就比较麻烦一点了 通常要测试一下才知道哦 除了本身材质选的好不好以外 它在做工上面 如果没有磨得很光滑 有点粗糙的话 你待一整天下来 它若有肆无不断的接触 其实还是会有点摩擦 造成的一个接触性皮肤炎 甚至如果它本身这个材质 你会过敏 那其实也不合适 还是要试了才知道哦 那医师有考虑要代言口罩价吗 呃这个今天不是讲这个的时候 我们下次再讨论好了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